接着今天的中间新闻 廉政公署 在这集当中我们要看一个故事 他忘了交六万块钱的卡债 结果最后百万房子遭到查封 为了天外飞来的一笔六万块卡费 黄小姐的房屋面临被查封 家里一团乱无心整理 一切要回到十年前的一通电话 说我欠荷兰银行卡债 他本来跟我说十几万 我就说怎么可能 我都还稳了怎么可能 还会有十几万的债务 然后说要跟我协商 我就说我又还稳了 我可能一再良还吧 十年前黄小姐有使用 四家银行的信用卡都按月还款 但是其中一家美国银行 在台结束营业 由荷兰银行接手 黄小姐疑似没有还清剩余的卡费 民国94年 银行把债权卖给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98年又转卖给另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荷兰银行又改成澳盛银行来接手 双方到法院争论 凭着这张银行让雨的债权凭证 法官判资产管理公司胜诉 连同20%的利息 黄小姐要还六万一千多元 吃亏的是她拿不出任何缴款证明 我去邮局跑了好几次 邮局刚开始 然后说五年以后就不能查 邮局的人就跟我说 那个存档已经超过十年 我们的电脑资料库也是都抓不出来了 为了跑法院 黄小姐丢了南科的工作 没了收入也缴不出六万块 房子要被查封 她不可能跟你收六万多 你要跟她谈她不要跟你收六万多了 现在我还十五万多 这让人想问 银行甚至把债权 卖给资产管理公司 消费者要还款的利息 难道被任凭哄台开价吗 利息部分的话会收到前手的 债权的那个数字的拘束 但是在还款的内容 比如说 它可能前手已经清偿了一半的债务 可是到资产公司那边 怎么觉得好像一毛钱都没有还掉 那这个时候就取决于 债务委員能不能够拿出我还款一半的证明出来 奥舜银行回应 黄小姐十年前办信用卡的时候 契约上的循环利率就是19.97% 债权转秀的时候 有以书面通知她本人 资产公司在催收的时候会依利率计算 不过还款数字如何 双方协商空间很大 比如说像一块钱的债权 去扣一个一百万的房子 有的法官会用权力滥用禁止原则剥回 可是后来很多法官会认定说 像是执行法院 他不能够做这方面的判断 现在的主流的见解还是认定说 你只要来了 而且债务人民家 没有其他的可供清偿的财产的话 在派的部分其实原则上法官还是有主要 建议民众平常缴款 汇款转账的单据都要保留 再还清了也得向银行要求清偿证明书 才是对自己有利的举证 否则法官也爱莫能助 是 verso 词 启 了